哈喽大家好,我是廖二叔,其实上次要给大家说啊,上次说那个通过开那个黑墨的,攒了三个W,其实这些钱都是辛苦钱 其实开黑墨的呢,怎么说呢,有一顿危险性,因为你要想干的好点,多挣点钱,那个闯红灯啊,逆行啊,这都是避免不了的 再一个呢,吃饭也没有准点,然后到了晚上后半夜,那个KTV啊,什么的这种地方,还活着才能多一点,才能多拉点钱 所以这个都是辛苦钱,但是收入也确实挺高的啊 然后拿着这个钱呢,坐上绿皮火车啊,又奔那个妈格了 为什么要坐绿皮火车呢,因为便宜 因为做我生意的人啊,他永远要从一个生意的角度上去思考一个事 就等于说我呢,把这个往返路费啊,住宿费啊,包括那边吃饭的钱啊,各种开销 都进入这个成本里边了,都进入成本里头 然后我要把这一趟的成本全都给红回来啊 所以呢,你做生意肯定要降低成本嘛 所以这个去妈格也是一样的啊,那会坐车一坐就得一天一宿 我记得那会儿是从北京上午11点钟,从北京西站开始发车 然后到第二天早上起了7点,到广州火车站 足足坐20个小时的车 嗯,然后到了广州火车站呢,再坐长途车 然后到那个宫北口岸,在宫北口岸,金马格 当时呢,冬子呢,给了我两天酒店啊,在那个,在那个,威尼斯人 然后那个,我就去换了,换好了那钢尺,找冬子身边啊 然后那个,就开始沾闹了,啊,当时呢,看见一条好路啊 就是一条那个单条路,然后就跟着推 嗯,当时呢,直接上去就推了一个打W,啊,红了 然后又接着,妈宝又红了,然后再接着过三关又红了 其实在马格,啊,这个,打这个红篮啊 她跟做其他事都是一样的 在没有机会到来的时候呢,你要耐心她去等 就是没有什么好路啊,或者说你的状态不好啊 你的心态不好啊,这个时候你都要去等 等待一个好的路,好的状态,好的心态,好的时机到来的时候 你才去推,但到真正这些机会都来的时候,要推的时候呢 你就要去大刀破斧了,啊,去干净利落脆,那个快刀转弯麻的去干 啊,那会就不要磨磨叽叽了 啊,其实就跟我们做生意是一样的 你现在,比如现在大环境不好,那你就等,啊,就躺平 等机会来了,啊,那你就得,就跟那个麦子长愁了,要收麦子一样,就赶紧得快啊,啊,快弄了 啊,当时呢,跟那来来回回打,打到十六个打,啊,就那一条三条武嚷给打的 啊 啊,呃,这个时候呢,有人在后头爬,这么着拍了我肩膀里边,然后就爬,爬在这儿,哎 然后回头一看,哎,这是我,以前一同学,彬子,啊,叫田丽彬,啊,我们都管他叫彬子 彬子这人呢,怎么说呢,那会我,那学校啊,就就喊了,嗨 被称为流氓学校,啊,我们班呢,有几个玩儿呢,啊,就是混,啊,然后那会我们还老爷给排个名 什么老大是谁,老二是谁,老三是谁,啊,后来排完这老三呢 啊,然后我说,怎么着,我也得当上老四了,啊,田丽彬说他是老四,啊,就他老,他当这个老四,我就心里不平衡,就是,那,那,那三位大哥我服气,他当老四呢,我不服气,啊,但是呢,那会整个学生时代呢,田丽彬呢,是处处老爷压我一头,啊,嗯,所以呢,不过那些时候呢,那都是学生时代的事了,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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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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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早翻篇了,啊,然后我,这谁啊,这是,这不是宾子吗,啊,你也怎么跑这儿来吧,你说怎么着不许我来啊,我说甭说,我搭一下啊,我,我说行,搭呗,呃,他搭了两K,啊,呃,嗯,当时我又不解,啊,就是,这个搭, 一般都是你的一个码 已经很少了 不够最低投注员 你搭到别人上的 算是跟别人一块投 对吧 您这两k可以自己单独投注 干嘛还搭我这上头 结果呢 他这一搭 我就黑名了 但是呢 我是有点不愉快 但是呢 那毕竟老同学见面了 是吧 怎么说呢 你也不能一下子就那什么 反正来你找你这一搭 我黑名了 那不好 那么多年没见好 妈可见了面了 对不对 然后呢 我也没说什么 然后就接着推 然后他说来 他也没说别的 他说来 就放上去 还是搭在我那时候 我呢 心里有点不痛 但是呢 我也没说什么 结果呢 就黑名了 又黑名了 然后呢 他这一下呢 就就说 我再看看 然后我就接着推 我一推又红了 然后最后就弄成什么样呢 就是 他只要以为往我这上头一搭 就黑名 然后那个 他不搭了 我就能红 哎呀 奇怪 后来那个 他就走了 后来他就走了 说你玩吧 我玩了 他老黑名 他虽然说搭我这样 他黑 他也是黑呀 我说那行 那回头咱那联系 你到时候我先玩着 然后呢 我呢 就是等他一走 那我就接着玩了一会儿 来来回回呢 打到12个 其实 一看他没在的时候 我都打到16个了 他这么一捣乱 再加上那个 后来他这一走 那个点也不正 那路子也不好 就就就黑会一点 那个时候呢 我也就不玩了 当时我想晚上呢 要不要去找他 一块玩 一块吃个饭 但是呢 我仔细一想 又没联系他 因为 妈哥这个地方挺腐难 因为呢 我去了几次 我理解了 一开始我不理解 觉得妈哥也可以是个 聊感情啊 去救的地方 但那不是 然后那个 觉得这个人 就是怎么讲呢 人在不同环境下 会表现出一个 不同的状态 就是说 无论这 就同样一个人啊 你在内地的时候 他是一个状态 你到了妈哥 就如同变了一个人 好 大多数人都是这样的 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一下环境变了 他好像连跟着性格也变了 所以呢 那会儿我呢 就是 就是对他呢 还是你说算是提防也算不上 就是觉得算是最自我的一个保护吧 所以那会儿我也就 没在那个什么 啊 然后 这一天呢 就回去休息啊 然后那个晚上呢 我给宾子呢 取了个电话 不是宾子 是东方啊 就那个蝶马仔 取了电话 跟他说我带妈哥 他说 他说他忙 他陪客户 因为这个 蝶马仔啊 他这个 时间 他跟 他 他跟正常人家 烦着啊 他就是 他到晚上开始工作 一般蝶马仔都工作到后半夜 打着了 然后那个 当时呢 我去打的时候 看见一个残疾人 就拄着拐那种啊 就是 有一条腿瘸了啊 然后拄着拐 那么残疾人啊 就是 看那个样子呀 虽然说人残疾吧 但是 站在那儿 那种气质啊 特别那种 感觉特别那什么 给人一种不怒自卑的感觉 哎 就是用大哥范 人虽然说腿瘸了 但是站在那儿 一看 试那样 试那个啊 就跟那个歌手 政治化呀 那那样似的啊 站在那儿 但是看 看在那儿一唱 人家也有那巨星范啊 对吧 人家那那大哥也是啊 虽然说主着拐 但是试那样啊 站在那儿一看 真有那么多范 试那么回事 当时呢 我就觉得 这大哥行啊 人残至更奸啊 这 就是说 虽然说身体弹气了 但是意志挺坚定了 啊 还跟那儿玩呢 我就决定跟上大哥一块儿推 啊 其实 这个东西啊 就是说什么呢 其实你 你这个 甭管什么打法 明灯打法 它也是赌 它赌是什么呢 赌预期 啊 就是 你看着这个人 比如说你看着这个人 哗哗哗跟那儿红米 啊 然后这个时候呢 你再去跟着他推 其实 也就已经那啥了 啊 它就跟什么意思 是你看着这一只股票 已经涨起来了 然后你才去追高 那个意思 是 啊 这个人也是一样的 他妈哥 你看着一个老哥 哗哗哗哗的在那儿 已经开始红上大米了 那个时候 你再拿他当明灯 跟着他一块儿推 事实上 他那个运气 已经开始要走下坡路了 你跟不了几把 就得黑米 所以这个东西呢 其实红明灯打法 也是赌预期 就是你看好了这个人 你觉得差不多了 就得赶紧抓紧时间跟上 啊 别说我再看两把 等他再多红两把 感觉他运气 确实是上来了 我再心里踏实了 看着我再跟 那就完了 当时我就咔咔 就跟着推 结果这个老哥呢 也不负重望 他看见我 跟着他一块推 他也没说什么 但是 他就问了 我就说你哪儿人 我说北京人 哦 好 北京好 然后呢 我问您是哪儿人 他说他是广东人 哦 然后那个 我问说您广东哪儿呢 他说他是惠州的 哦 然后就这么着聊 然后一边聊一边推 一边聊一边推 然后就看着这个老哥 他 他打法是什么呢 是 呃 他红了 每红一口 就在上口的基础上 加50% 这么去打 你就比如说 他这口推了2K 如果这2K红了 他下口 他就可以推3K 啊 如果这3K还红了 他下口 他 他就推4.5K 你知道吧 所以 就是这么一个规律 啊 然后当时 我就跟着这老哥推 后来 老哥 红的差不多 我就不玩了 老哥不玩了 我的明灯 也就结束了 啊 你认准的明灯 你就跟定他 他不玩 你也跟着收手 啊 然后我捋了一下码 差不多有46个W 哎呀 这个 就是这个是远远超乎我的预期的 因为这次来 我就带了三个W 我就想能红了三个W 能回去就得了 但是没想到这一次 就是这么远超预期的这个收入啊 然后那个 我呢 这个 因为那会儿时间呢 还还刚下午 然后那个 我就 回酒店了 酒店 然后找了个泳裤 去酒店那个用池那去 在躺椅上啊 去躺着 然后这个时候呢 就感觉呀 这个来钱速度啊 三万就能红到46打不留 那接下来我红个几百上千打不留 那就是值日可待的事了 就在那就想这些 啊 然后呢 这个时候呢 呃 我把那个名啊 交给那个 因为我那个玩完之后吧 我就把名交给东巴 啊 让东巴帮我换个人币 转到我卡上 这个时候呢 我手机还收着短信了啊 就是人币到账 哎呀 这一下 一看那个前到账的短信 大家躺在那个泳池边的洋椅上 晒着太阳啊 然后周围还有点穿比基尼的美女 当时那种感觉 太美了 那种 也就开始做开美梦了啊 就是 今后我就是下一个亿丸富翁 就是那么一种想法 但是呢 人生哪那么顺利 谁的人生有一帆风顺 谁的梦想又能这么顺利的成真的 对不对 今天的视频呢 我就给大家说到这儿 下个视频继续给大家讲 拜拜